以歐派领袖法拉奇领导的脱欧党 上个月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胜之后雄心壮志 瞄准彼得伯乐选区国会议席补选 没想到跌了个倒栽葱 星期五出炉的补选成绩显示 脱欧党以将近29%得票率 输给了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 粉碎了脱欧党首度进入国会殿堂的希望 工党候选人福布斯以31%得票率选胜 至于执政党保守党则只获得21%选票 自由民主党候选人有12%的得票率 虽然败选但是格林并没有丧失斗志 扬言要在来临的全国大选中胜选 彼得伯乐选区原本由工党议员 也就是奥纳桑亚出任 但他因为在超速驾驶案件中 作假证入狱被剥夺议员的资格